才知道在知识的海洋里狗跑 生活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不管你自己信不信星座命理 你身边一定有人信 这些人呢不一定思想有多落后 甚至还有可能是高知 你要是问他们为什么信这么玄学的东西 是有八九会得到这样的答案 我知道这东西可能不科学 但它确实算得很准啊 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 为什么星座命理这么红 先让柴柴也当一回占卜大师 隔空分析一下正在看视频的你 怎么样我分析的准不准 这十二条我猜你至少也中了八条 甚至更多吧 其实这份分析报告出自历史上 一个有趣的心理实验 1948年一位叫做福乐的心理学家 让他的39个学生做了一次心理测验 随后每一个学生都收到了一份 基于测验结果的个人性格分析报告 福乐让这39个学生 给自己的报告的准确度打分 结果在五分满分的情况下 学生们给出的平均分高达4.3分 也就是说他们基本都认为 自己收到的性格报告和本人是高度吻合的 而在打分结束之后 福乐才告诉他们 其实每个人收到的性格分析报告都是一样的 就是刚刚柴柴列出来的那十二条 而这十二句话 正是福乐从某一本星座命理书中搜刮出来的 这个实验就是心理学中福乐效应的来源 福乐效应指的是人们常常倾向于相信一些笼统而普遍的人格描述 能够准确揭示自己的特点 即使这些描述既模糊又空洞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星座命理大师都会受到追捧 因为他们的说辞放诸四海而皆准 谁看了都会觉得是在说自己 每一条都准得不得了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人提出异议 比如说 我是白羊座 而且我确实就是典型的白羊座性格 平时开朗乐观 有时候还挺冲动的 所以我觉得星座理论还是有道理的 那我们就要说到心理学中另一个有趣的现象了 自证预言 自证预言指的是 先入为主的判断或者预言会影响人的行为 最终导致预言成真 举个例子 如果你天天说自己是学渣 自我暗示久了 你上课打盹打游戏的时候 就再也没有心理负担了 因为你真心觉得 这些课你就算听了也不会懂 久而久之 你也就真的变成了学渣 这个道理对于信星座的人来说也是一样的 也许你身为白羊座 本来既不开朗也不乐观 但由于你接触了星座命理 你就开始认为 典型的白羊座人格就藏在你的身体里 只是还没有被挖掘出来 那么久而久之 你的外在行为和内在性格 都会根据星座理论的描述而发生变化 渐渐的真的成为了所谓的典型白羊座人格 而那些一开始性格就和星座理论的描述不一样 后来也始终不相信星座理论的人 最后就成为了大家眼中的 非典型某某座 某某座中的异类 其实他们真心是挺冤的 当然 还有很多人会拿身边的家人朋友举例 来证明星座性格的准确性 但事实上 当一个人在选择支持星座理论的时候 他就已经进入了一个名为 确认偏差的思维误区 确认偏差 指的是人们会倾向于寻找能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 而忽视那些能驳斥自己观点的事实 简单来说就是 人们只相信那些他们愿意相信的事 举个例子 由于你本身就坚信处女座等于完美主义 那么你在观察周围的处女座朋友的时候 就只会记住那些他们吹毛求疵的细节 而下意识地忽略其他的事实 这样观察下去 结果就是 你身边不管是哪个星座的朋友 在你眼中都会具有那个星座的典型性格 而这也就进一步加深了你对星座命理的信任 好了 搞清楚了这三个心理学现象 我想你大概就能明白 为什么星座命理在国内国外都这么受欢迎了 当然 信不信星座是个人自由 但是以星座为标准来判断人的品格和行为 未免就太荒谬了 最后 希望各位理性算命 别太当真 你可以在微博 微信 喜马拉雅 B站等平台找到我们